5.男孩子的女儿节 3月3日这天是女儿节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 玉子说 今天我不去岩鼠园也玩了 你们来我家吧 偶然都漂亮的摆出来了 桃花也供上了 还有纸照竹灯 大伙一起来玩蛋子玩扔小布袋吧 明良绝起了嘴 我们是男孩子哟 怎么能玩蛋子什么的 是哟是哟 扔小布袋什么的多难为情 还是去岩鼠园也玩吧 一男也说 那么就别来了 玉子气呼呼的跑开了 不过他在岔道上站住了 面对着这边 用双手围成喇叭说 要是不想来玩也可以来呀 有寿司有糕点 还有白甜米酒呢 说有寿司和糕点 剑直行要转向玉子了 一男慌忙说 喂喂 我家里有一个能放得特别大的放大镜呀 我把他带到岩鼠园也上去捉个虫子看看吧 嗯 还是这有意思哟 女儿节是喜欢过家家的女孩子的节日 男人怎么能去 明良也说 三个男孩子回了一趟家 放下书包 然后 集合在了岩鼠园也上 一男从兜里掏出一个盘子那么大的放大镜 首先看手心 手蚊被放得好大 哇 横钢的手啊 然后 三个人照完了树叶 又去照枯草丛中一动不动的异色瓢虫 不过 马上就玩艳了 坐在枯草上 直行无聊的说 为什么有女孩子的节日 没有男孩子的节日呢 5月5日是男孩子的节日呀 明良说完 一男就晃起了脑袋 错了呀 5月5日是儿童节 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共同的节日 那 男孩子不是吃亏了 不公平啊 直行悲哀式的把双手伸向了天上 明良和一男都忘记了自己拒绝了玉子的邀请 他们觉得直行说的太对了 这会儿玉子肯定在吃糕点和寿司了 可三个男孩子却坐在冷嗖嗖的岩鼠原野上 不过 如果不在这里咬牙熬下去 不能算是男孩子 一男说 那 我们来过男孩子的女儿节吧 在原野上做一个大偶人 明良说 别去学女孩子哟 那还不如去探险 大探险 今天 没有爱手爱脚的女孩子 是啊 赞成 因为直行也开口了 一男也决定去探险了 好 出发 三个人走起来 三个人一边不时地用放大镜看看中途的树 草叶什么的 一边走到了寺庙边上 到这个寺庙为止 他们和玉子一起来过 但再往前 三个人谁也没有去过 可今天是大探险呀 三个人越过寺庙 往前走 一穿过昏暗的矮竹林 就是一片田野了 对面望得见森林 直行说 我饿了 马上就上三年级了 坚持住 肚子饿和上三年级没有关系啊 坚持走到那片森林 三个人钻进了森林 啊 池子 肚子饿了的直行竟跑了起来 树那边 看得见水面 明良和义南也跑了起来 不得了 是大发现呢 三个人站在岸边 眺望着池子 是一个闸面圈形状的池子 正当中有个小岛 岛上长着几棵粗大的树 树下有一座小小的寺庙 岸的这头距离岛上 大约有学校的两间教室那么远 水面上 映出了四周的树影 三个人激动的心扑通扑通直跳 一南说 到了夏天就能游泳了 直行回答说 嗯 水好干净啊 水好像是泉水 清澈的看得见水底的石头 还有江鱼游来游去 明良说 想抓江鱼啊 不过 池子看上去挺深 下不去 抓不了江鱼 三个人就在池子周围探起险来 池子里的水流出来一条小河 这回 他们决定沿着那条小河走 穿过森林的小河流进了田野 分成了一条大一点的小河 和水沟一般的小小的小河 在那条小小的小河边走了没几步 直行想起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对了 我饿了哟 一想到饿 顿时腿就重了起来 我已经饿得走不动路了 直行坐到了沟边上 这可怎么办 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吗 明良和一南在兜里翻了起来 明良从兜里掏出来一个压碎了的铜锣烤饼 有这个给你吧 可只有这么一点吗 直行想了一下 说 一南 把放大镜借给我 一南把放大镜递了过来 直行照着铜锣烤饼 怎么样 一个巨大无比的铜锣烤饼哟 在放大镜下面 铜锣烤饼像个妖怪似的膨胀起来了 嗯 想出来个好主意 明良和一南赞叹道 当直行一边用放大镜照着铜锣烤饼 一边吃完了的时候 一南叫道 啊 挤鱼 脚底下的河沟里 银色的鱼鳞闪着光 明良从田野里捡起一个别人扔掉了的破水桶 挽起裤子 把脚插进了水里 啊 好凉 不过是大探险吗 你不是男孩子吗 坚持住 一南说 直行把刚才他说自己的话还了回去 马上就上三年级了 坚持住 傍晚 大探险队回来了 大探险队的腿自然地朝着玉子家走来 在玉子家门口 直行小声说 玉子 穿着和服的玉子走出来 微微一笑 低头行了一个礼 请进 他说 三个男孩子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 玉子看上去 就像是一个新娘子 玉子 为了祝贺女儿节 我们给你带来了鲤鱼 明良把破水桶递了过去 哎呀 这不是鲤鱼吗 一南把放大镜递了过去 用这个看一看 看上去就和鲤鱼一样 四个人笑了起来 里头的屋子里点着纸照竹灯 飘来了桃花的香味 五个人吃一样 我们下期再见